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30日 今天是星期三 這節我們要跟大家說一說香港新聞 這一段時間 將會繼續跟大家緊構著內地的情況 香港 和內地在地理上 相當接近 政治上我們現在的敵人都是同一個 叫做中國共產黨 所以 單是從地緣政治去說 中國大陸的事 我們很難是完全是可以 不理會 換句話說 你喜歡叫做 非常關心 也可以 你喜歡叫做其實我根本 不關心也可以 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發生的事情 他發生的變化 將會跟你有很大關係 我們最近因為就是 報導這個內地的示威消息 我們一定是多了很多 內地的聽眾 有一部分是翻牆的聽眾 所以我們也趁機會介紹一下我們 我們 是香港的媒體 我們這個台 的兩個創辦人 都因為2019年 的香港時代革命 現在是流亡海外 香港因為2019年 的示威已經拘捕了超過一萬人 當中有三四千人已經上庭被檢控 香港到底 拜在甚麼地方呢 這節要說的這些人 這些人 就是香港出賣香港的人 他們主要來說 出賣香港事物 出賣香港每一種利益 將他直接交託給 中國共產黨 嚴格來說 不只是交給中國 是交給中國共產黨 這一班人 沒有路沒有水平 這節要說的正正叫做自由黨 自由黨 在香港 97年回歸之前 就已經成立了 正確的成立時間 是1993年 換句話說 在 回歸的四年之前 為甚麼香港可以有其他政黨 因為 就是 港英政府開始在香港 推動民主化進程 後來 就是容許更加多人參政 於是 香港當時有各大政黨 可以 透過真正選舉 進入立法局 這件事也在香港打開了一個窗口 令到 很多在香港做生意的人 企業家 商人 他們能夠 組成政治團體 參加 香港的政治 自由黨正正是這個商家的代表 時至今天 還是不是商家代表呢 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完全不是 現在已經徹底變成 一班土工 我們這節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什麼叫做藍絲呢 這裡又講解一點點 因為最近新增內地聽眾 藍絲 即是 在香港的示威裏面 站在 中國共產黨支持北京 鎮壓的這一班人 這一班人多數 一是沒有腦 二就是 本身在社會上是既得利益者 親近的政權 獲得利益 他們也包括 大量在香港 做生意又或者 擁有大量房產 的地主 商家 除此之外 還包括大量的黑社會 因為他們是收錢出來對付事物 這裏就是注解一下 好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請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 希望大家可以使用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屋大發 這一節我們繼續說自由黨 真的是崩盤 以前自由黨 就是一大班 富貴人家 因為 全部是由商人 企業家 專業人士組成 還有大家記得最清楚的 就是這個 田氏家族 有這個 田北俊 有這個 周梁淑儀 有這個劉健儀 不說大家都不記得 還有林健鋒 梁君彥 他們現在轉了會 去了一個叫做經文聯 梁君彥 現在已經在做香港這個 假立法會的立法會主席 時至今天 自由黨可以說是 徹底已經淪陷 現在他們已經 不再是一個 商家的代表 原因很簡單 因為 在2019年之後 基本上商界 在香港的政治 光譜上面已經沒有華語權 這個跟內地是不相同 本身香港 就不是由黨控制 本身香港是由英國殖民地 再到1997年回歸 換句話說 中國內地 那一套 用黨控制國家 的制度在香港 從來都沒有實行 直到 近年 到了2019年爆發完示威之後 其實香港 所有的 政治團體 商家 基本上所有的政治力量 被徹底 被北京消滅 剩下來的 只有黨員 只有擦鞋子 只有橡皮圖章 只有 聽黨話 去出賣 人民利益的人 自由黨也不例外 自由黨就是這樣構成的 你說可以有甚麼水準可言呢 結果這個 自由黨 就是副主席 陳曉峰 繼續 去參選人大 因為香港 是特別行政區 但是也有人大代表 所以就叫做港區人大 有幾條 貿易參選 一個 就叫做前局長陳凡 另一個就叫做 自由黨副主席 陳曉峰 有人問他們 你們那麼關心中國大陸要做人大代表 對於近日內地示威 有些 在香港 也有所謂白紙示威 到底你們有甚麼立場呢 有甚麼看法呢 也有人問這個 就是陳曉峰 你作為律師 很想問你 在香港 他把白紙 到底 是否犯法呀 那麼這班刷鞋子 窩囊肺 完全不會回答 居然回答你 白紙呀 要視乎白紙寫甚麼東西 我沒有看過一張白紙 好了 你有沒有人 試過 買一疊A4紙回來 A4白紙 打開裏面 裏面有寫東西的呢 現在問你呀律師 陳曉峰 自由黨副主席 問你 舉白紙 有沒有犯法呀作為律師 你說要看一張白紙 上面寫甚麼東西 寫了東西那張就不叫白紙啦 所以呢 所以呢 真是 多了內地的翻牆聽眾 真是跟你說一下 內地 跟香港 現在是一樣的啦 是不是 人大代表絕對不代表人民的 這一班人 就是為了要擠身 在一個權力圈裏面 為了成為權貴 他們 上位路徑就已經做盡出賣市民的事 絕對不存在 就是有人關心市民的利益 現在 尤其是香港經過了2019年之後 由於這個 中共是直接管治香港 香港的情況是越來越跟中國內地貼近 走到今天 這個原本 香港的自由黨 可以真真正正說得上已經是徹底崩潰了 去到今年8月 這個就是自由黨的核心成員 田北俊 還有周梁淑儀 還有劉健儀 就是退黨 這個黨真的是正式淪陷 現在就變成 跟黨棍沒有分別 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Discount